国民党今天举行全代会 重头戏就是通过洪秀柱成为总统提名人 全场以掌声通过 过程不到一分钟 把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一伦 拉起洪秀柱的手高喊加油 塑造党内团结的气氛 那来看洪秀柱的演说重点有哪一些 来看到是呢 他表示他会克尊宪法 在九二共事基础智商 坚持台湾优先 民意为本 平等尊严 巩固深化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让全民共享两岸和平红利 当然了他也非常谦卑的表示 国民党一定要找回创党的理想初衷 要深切的反省 而当然他也不忘记要打对手了 绝对不能够把台湾交给谎言治国 不能够交给民粹治国 而整场演说呢 洪秀柱不再提一中同表 而是走回国民党定调的九二共事 还特别用台语演说 寻求支持的意味相当浓厚 全场鼓掌通过 洪秀柱正式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小辣椒起身挥手之意 过程花不到一分钟 马总统还比出大大的赞 接着和党主席朱立伦 共同拉起洪秀柱的手 呼喊胜利口号 和被提名的立委一起造势 那个人还拿出新型灯泡挥舞 就向洪秀柱个人演唱会 洪秀柱动算 洪秀柱动算 营造大团结气势 洪秀柱接下战旗正式迎接挑战 让小辣椒信心倍增 如果秀柱当选总统 我一定刻尊宪法 依循本党政纲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坚持台湾优先 民意为本 平等尊严 巩固深化 推动两岸的和平发展 让全民共享 两岸的和平红利 为两岸开创 持续稳定的和平环境 原本演说时间预计五分钟 最后讲了快十五分钟 刻意避开争议一中同表的字眼 强调九二共识 演讲也特意用台语 拉近本土感情 定于一尊 马总统朱立伦 两位前后任主席 一再重申全党团结 在朱主席 跟各位先进的领导之下 我们一定能够开创新局 一扫去年失败的阴霾 让国民党再度站起来 大家说好不好 此刻必须是国民党 团结重新再起的起点 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 全代会前 风风雨雨 洪秀柱坚持下去 走到这一关 全党力挺下 获得蓝军战棋 但接下来才是挑战的开始 云电TV 黄少平 王世凯 萧炳怡 SNG小组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